1919 爱走动 需要的人得到足够的这种福利的输送 能够改善他们的生活 那今天大家去立岛 亲自去送食物包 大概大家都有经验 那我们现在在全台湾 我们有4300个个案 那每两个月我们就送一次食物包 食物包今天送 有没有觉得还有点重量 爱是有重量的 每一个平均差不多是25公斤 救助协会在2011年成立1919食物银行 主要是在帮助弱势家庭 让他们求得温饱 今年更与县政府社会处合作 在台东共帮助了将近700个家庭 发出了3000多份的食物包 其实台东县我们低收入户的人口 是全国这个比例最高 我们大概最高峰的时候 是到达6.1% 那目前是5.8%左右 那其实全国是多少 各位知道吗 1.8% 1.9% 所以台东的人口结构 有非常大的一个比例 是在这个所谓的低收入户 几年前我们救助协会 提供这样的一个食物的一个救助 记住之后呢 提供了这个所谓制度外 甚至说这个所谓的金钱以外的一个 食物的记住 那今年度呢补助了我们救助协会100万元 在明年度我们会持续对于我们这个食物银行 的这个模式呢 来更做一个更完善的这样的一个规划 在记者会中也播放了 环台勇士到绿岛发放食物包的情形 以纪录片的方式揭露岛上一个弱势家庭的困境 如今这个家庭因为1919计划情况有了改善 所以他太太就说 我带了这两个孩子已经带了几十年 他好累 那我突然想到 他带着那两个人就好像在骑车一样 你那种爬坡还带两个东西 然后看不到 他怎么把他两个女儿孩子摆脱掉呢 不可能 他还是要带着他们 而且他女儿心脏有问题 明天也是要来台东检查心脏 所以在这种过程当中 我觉得他们真的是绿岛最弱势最弱势的家庭 在祷告的声音中结束记者会 而透过纪录片的分享 救助协会希望社会大众一起来帮三餐无以为继的家庭 得到最基本的温饱 让他们有走下去的勇气 有信心来度过每一天 东台新闻温格石荣宇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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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